第十七集 刘思源出卖梁清然 顾曼婷和陈东 陆珍珍一起揭发中庭集团乐意收购川白楼仪式引起热议 中庭集团备受争议 刘思源急得不得了 但梁清然依然是泰然自若的样子 陆珍珍要去北京了 大姨和母亲担心极了 又是嘱咐又是送东西的 陈东也特意来给陆珍珍送豆瓣酱 顺便把她送去机场 陈东对陆珍珍的心思 大姨和母亲也都看出来了 路上 顾曼婷打电话来告诉陆珍珍川白楼的事情流量很大 中庭集团也算是活该 陆珍珍把那两张大熊猫基地的门票送给了陈东 她想去也没有时间了 陈东便一脚油门去了熊猫基地 至于机票就改签嘛 大熊猫基地里 陈东和陆珍珍玩得很开心 看到可爱的大熊猫心情也治愈了很多 陈东很欣慰 想做的事情就去做 陆珍珍开心她也很开心 去玩大象猫基地 陆珍珍又带着陈东一起去吃面 陈东说老板这里的豆瓣酱不好吃 让他试试自己的豆瓣酱 老板尝过后连连夸赞 陈东希望陆珍珍去北京后给自己一个地址 就当是替顾大鹏送豆瓣酱了 但是陈珍珍拒绝了 梁清然已经提交了顾大鹏得癌症的证据 想要证明她的死和中庭集团没有关系 但对上级而言最重要的是平息大家的怒火 所以梁清然的处境也很艰难 梁清然让刘思源以后川白楼的事情 直接向自己汇报 刘思源很生气 认为她在架空自己 但梁清然希望她相信自己的判断 其实周总之前就找过刘思源 如果川白楼出了事 梁清然也抱不了刘思源 所以这让刘思源心中提高了警惕 尤其是看到秦心和梁清然表忠心的一幕 刘思源再次上了周总的车 周总说刘思源会被梁清然当作炮灰疯狂挑拨 随后 周总希望梁清然给自己一个杯锅匣 平息大众怒火 刘思源多加试探 但梁清然似乎有事情瞒着她 刘思源心中很不满意 梁清然在周总面前表示愿意去当这个把子 周总劝她牺牲刘思源 她的路也会越走越顺 晚上吃饭时 梁清然让刘思源去准备一份新闻稿 让她明天去新闻发布会澄清 刘思源顿时想起了周总说过的话 她去澄清就是被当作靶子 吃饭的时候 陆珍珍告诉陈东 自己订了明天早上的飞机回北京 陈东问她 难道成都真的没有什么让她留恋的吗 陆珍珍在成都伤得很疼 她现在只想逃离这里 陈东再次开口表达了爱意 希望陆珍珍能够留在成都 陆珍珍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 以前她是一个感情至上的人 可最后却得到了背叛 她现在真的没有信心接受一份新的感情 今天是川白楼开业的日子 也是陆珍珍去北京的时间 陈东一早把她送去了机场 陆珍珍故作淡定的拉着行李箱往里走 却又突然回来给了陈东一个拥抱 后机的时候 顾曼婷让陆珍珍看一下川白楼的开业直播 刘思源在开业仪式前澄清了收购仪式 却把整个锅都推给了梁清然 梁清然顿时傻眼 她本想让刘思源做澄清 然后做市场总监 却没想到刘思源选择出卖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